好,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这半棋是3月2号进行的一盘往棋 由黑方柯杰对战白方,袁胜珍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有一段时间没有看柯杰的棋了 最近柯杰的状态还是比较的起伏 在之前的围甲 总的来说发挥的还是比较的不错 但是呢,在农兴杯 又出给了朴丁环 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柯杰能够尽早的调整好状态 我们来看看昨天下的几盘往棋 先从这个跟袁胜珍的这盘开始说起 右上角 黑棋,正头 这个棋形跟AI的这个一选啊 确实没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AI的一选是走在这 黑棋贴住,白棋上面挡住之后 扳,黑棋断 然后白棋扳站 这样的话呢,上面这四颗子 又可以拆边 又可以往脚上断尺上面这颗子 这样白棋活了 黑棋右边就可以扩张模样 这个是AI推荐白棋的招法啊 但是这个时候棋也太抽象了 这个很难想到 我们还是看实战 白棋选择 拆出来啊 黑棋逼住 白棋再靠出 直线战斗 这里呢,白棋有这个 弃子的下法 如果说黑棋扳断 那白棋可以贴住之后断 黑棋挡住 白棋打持 先手 黑棋站 这个地方呢 白棋这个打持的话 黑棋可以跑 这个吃不掉黑棋 但是白棋可以这个在外面包扎 长一个 等黑棋贴住的时候 白棋再往上去封锁 这样的话呢 弃掉三颗子 白棋能把外面连成一片 然后 让黑棋上面 尖冲的这颗子 也有可能损进来 这个 白棋可以考虑 实战黑棋斑 白棋长 然后下一手棋 柯杰确实还是想 继续这个 攻击白棋啊 所以说选择刺一个 这个是眼型的要领 AI呢 持不同意见 就让黑棋沾 沾完之后 白棋也只有补断啊 把这里给顶住 补好 黑棋挡住 白棋小间封锁 这样的话呢 黑棋是不错的 因为整个右上啊 黑棋的这个空 围的是非常扎实的 棋很厚 然后现在还是 黑棋的先手啊 马上就可以冲下去 在这里作战 白棋的这个里面的空 还是存在一定薄位的啊 那最起码以后 这个班战也是个先手 这个空围不了多少 所以说转换的话呢 黑棋可以考虑 实战科捷 走了这个尖刺 那白棋断 黑棋接下来 仍然应该选择 比较简明的定型 可以往这里打持 沾上补棋 白棋如果说 就加持的话呢 什么都不用说了 黑棋以后贴住 这个整个右上角 围的是很肥的 那白棋如果说拐头 冲进去掏空的话 那就不要命了 黑棋直接跳一个 把棋进一跑 那很明显 白棋作战吃力啊 这个地方打我就成 白棋两块棋 黑棋只有一块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 还是要偏向于 先围控再去战斗 实战的黑棋顶住啊 这里都形成一个裂型 白棋挺头 这里当然白棋也要考虑啊 能不能冲进去 冲进去是有很大风险的 黑棋打出完之后 先冲断啊 这个脚上呢 白棋不一定能活 因为你搬 黑棋贴住 你沾上的话 黑棋可以虎在这 先不断 并且封锁 你白棋要想搬出来的话 黑棋还有这种 立下去的强手 马上从二路搬要活 上面白棋这个眼也不太够 所以说白棋不太敢 这样下 实战白棋长一个 黑棋继续挺头 走成一个风车的形状 白棋挡住 先手 再往前冲 黑棋双一个 白棋沾上 黑棋连回 接下来很明显 白棋两块 估起 那右边的空 如果说 如果说让黑棋围住的话 是很大的 所以说 白棋最好是 可以先往脚上挤一个 交换 然后直接大跳出头 这块跑出来 木树很便宜 上面这一大串呢 黑棋跳架也封不住啊 白棋可以往这儿小接 因为黑棋要是贴住的话 白棋扳啊 这个地方 断的话 黑棋自己弃紧 所以说 白棋应该跑右边啊 实战白棋跳在上面啊 那给了黑棋 又在右边围的机会啊 这里黑棋可以补一手 白棋往路跳 把这两个子给吃住的话 黑棋右边再补一手 这样的话 还是一个转换 跟一开始 我们摆的那个 转换的变化图差不多 反正这里万变不离其宗 黑棋只要围住右边 这个空就不差 实战黑棋是冲下去 那就不想象 不想这个跟白棋 和平相处吧 白棋大跳啊 黑棋跟着跳 白棋在飞压 这边呢 黑棋的潜力 瞬间化为乌有 而且右边定型的话 黑棋要想走的话 只能忍耐 比如说这里飞 飞完之后连回 这样先为控 冲断肯定是不能考虑的 冲断 帮白棋再走棋 白棋打出完之后 虎一个先出头 右边加持 脚上以后 还有拖三三的这个味道 白棋可以先把右边这里冲下来 这个边控一破 中间这三颗黑子 战斗力也就明显减弱了 所以说这个飞压是好奇 实战黑棋往上面飞 度过 把这个小肩拽回去 那白棋往中间飞 然后黑棋又点过来 这个硬是把白棋给断开了 这番棋柯杰的这个战斗欲望 是非常强的 也不怕这个麻烦 就好几块棋纠缠在一起 白棋小尖 黑棋逃跑 冲断不行 冲断的话 这个被白棋贴住在飞风 黑棋迟今要死 所以说黑棋先跑 白棋挤一个 不断 黑棋左上靠出 再往中间跳 白棋跟着跳 这个棋闷头是行不通的 闷头白棋可以往右边顶段 那直接就把黑棋给反杀了 所以说相当于白棋已经跑出来了 那焦点又回到左上 黑棋这三颗子还不活 所以说夹一个打吃 作业 白棋拐头 继续为角控 黑棋靠下去 白棋搬 下一手棋 黑棋先飞是一个好次序 这个地方不要先长 先长的话被白棋往中间大跳 那黑棋这个攻防就出现问题了 左上黑棋虎一个 白棋搬下去是活棋 这个没什么 中间黑棋如果说就这样普通跳的话 以后怕白棋挖盾 顶一个呢可以补棋 但是被白棋搬完之后先补断 再一长 白棋的头跑在黑棋前面 这样黑棋再跑的话 这个棋就非常的被动 右边这三颗骑径也就自然死亡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中间的头是很重要的 黑棋先飞过来 等白棋大龙逃跑的时候 黑棋再停头 接下来白棋长 黑棋往脚上虎 这手棋随手了 这个地方呢 刚才我们既然说到中间的头比较重要 所以说应该继续飞风 逼着白棋在里面去打吃作眼 黑棋就把包围圈补一补 即使被白棋分断的话 这里白棋提掉 做活黑棋提 上面有个二路虎 并且还有这个右边作眼的手段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是活棋 外面把白棋封住 这个影响就太大了 这样让白棋左边的这个潜力 就不可能再围出来 所以说这个时候 外面的这个头 是要比这个脚上的这点空 重要很多的 实战 黑棋虎一个白棋非常敏锐的脱线 选择贴住 然后黑棋去掏脚 白棋搬 黑棋夹一个 断打分断 然后再断开 白棋一路打先手 下手棋 白棋冲吃 至此一手 这棋 不要想着这种贴住 这种贴住的话 黑棋沾 白棋搬 虽然说黑棋不能打 打的话有这种打吃再打 但是黑棋就直接从这打就行了 从这打白棋反打黑棋提 这样的话呢 白棋脚上还是牵了一手棋 没有连回去 这样没意思 所以说实战 白棋选择打吃 提掉 黑棋再打 然后白棋 小飞联络 这个地方很明显 可以看出来 黑棋在左上角的 这个收获 是非常小的 只拿住了这点空 白棋呢 上面这一块 姑棋跟左边联络 瞬间就变后了 而且这个 左下 立刻呈现出 一片潜力出来 黑棋再看中间的话 这个两块姑棋 这个跑起来 何时才是个头 所以说 这个 这盘棋 右上道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黑棋在左上选择 摊这点角控 就导致了后面的这个局面 非常难下 接下来呢 黑棋继续逃跑 白棋跟着跳 黑棋再跳 白棋再往前跳 黑棋左边再跳 白棋小飞 那黑棋这个上面四颗子怎么办 只有找缝隙 想办法逃出来 黑棋小尖 白棋压过来之后 黑棋直接冲断 白棋贴住 那这个里面要对杀了 黑棋跳了一个再长 下手棋白棋这个 直接冲完之后粘不太好 这个地方其实白棋 是可以秀一下手筋的 怎么走比较好呢 先往上冲 先往上冲 黑棋只有挡住 那白棋再冲 冲完之后可以断在这 因为这个棋 黑棋只有二路打 从这儿打是不行的 从这儿打白棋立下去 那黑棋三颗棋筋就死了 所以说黑棋只有二路打 二路打白棋再沾上 是一个先手打持啊 黑棋这个时候只要沾 等黑棋提掉的时候 白棋再挖 那这里白棋就吃通了 而且黑棋这个底下 这四克子也危险 实战呢 白棋是选择这个冲完之后 直接沾 那右下让黑棋先动手啊 这里也给了黑棋一个机会 就是有这种碰的 绝好点 黑棋应该碰在这儿 那还能出现转机 就是白棋只有搬 搬的话 黑棋二路搬 先手沾上 也就把右边这个冲断给补了 等白棋再去挖中间这两颗棋筋的时候 黑棋就可以往右下角唬一个了 这个很关键 白棋不能分段 分段的话我打持 沾上提掉白棋崩溃 白棋只有打 你打的话我再连回 然后白棋脚上还要在后手做活 正好黑棋全部连回 然后关键是可以挣得一个先手啊 赶快去破白棋左边的空 这个是很关键的 实战呢 黑棋是选择二路搬 搬完之后 就把这个棋筋给联络了 回一个 那白棋右边断 黑棋同样不能拐打 拐打的话白棋一力 这个地方棋也不够 所以说只有从这个二路打持 白棋长一个黑棋反打 反打完之后再长 这样还是一个对杀 白棋打吃完之后长 那首先白棋右下角变厚了 然后黑棋双一个收起 双方互相收起 收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去验算 这个很简单 直接就能看出来 黑棋要比白棋的气多 那等于说是形成了一个转换啊 白棋气掉右边这一块 损失看上去挺大的 但是我们再细想一下 这个棋也不对 因为被白棋往中间 再走一颗子之后啊 我们会发现白棋 左边的这个空 自然的就围成了 黑棋下来 全是一些残兵败将啊 这个中间大龙 任白棋宰割 右下角这个小飞呢 也被碰伤了 半死不活的 所以说接下来 这个就该白棋进行这个杀戮了 白棋已经忍耐很久了 左上起掉这个脚 右边起掉这块棋 都是为了后面的这个发力做准备 所以说黑棋 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左上还是右边啊 不管哪边 都是走的有点小局 那接下来 黑棋为了逃命 不得不把这种 靠完之后 长给交换掉 这个其实也就帮白棋 把这个空的缺口给补好了 白棋顶住 黑棋挡住 你不能反击啊 你要反击断 那白棋冲一个 你长进去 白棋挺投 这两个断怎么办 黑棋沾的话 白棋冲完之后断打 沾 我再断打 这样这个黑棋里面还是活不了 就算你有这种滚包 没用 还把底下 就是四颗子给害死 所以说黑棋之后挡住 补棋 白棋沾 左边全部变成失控 黑棋中间还要再虎一个防一手挖盾 白棋单关跳 又开始这个围角空 黑棋靠下去 先手 挡住 白棋大跳下来 那很明显啊 形成缠绕攻击了 刚才讲的这个半死不活的两块棋 现在必须要有个说法了 肩活哪边 实战的黑棋往左边顶住 保证照一只眼 那白棋脚上搜挂 这个二路飞太爽了 黑棋也顾不上 先往左边靠进去掏空 双一个 白棋中间刺 先手 跳一个封锁 这个里面呢 黑棋直接冲断是不行的 冲断的话 白棋可以双一个 就算你多了一个二路 打着先手贴住 白棋挡住 还是死在里面 实战黑棋开始处理右下角了 碰一个 白棋联络 怎么后 怎么下 黑棋脚上 靠住 白棋单退 黑棋往二路扳 大龙因为没活 还是得再去底下作业 白棋呢 看得也很清楚 这个左下角 这点空不要了 直接开始杀 右下 二路扳 黑棋还是顾不上 先往左边夹一个 这个棋 白棋就没有选择去沾了 沾的话 黑棋还可以这样去掏一个角 白棋扳下来 再沾的话 黑棋夹一个 你要是敢立 黑棋还有些头绪了 说明以后这个地方冲下来还要搞搞事情 所以说白棋基本上都在退让 扳一个 黑棋冲完之后打持 白棋反打 跟你去打这个截 右边 白棋打持 踢过来 黑棋左上跨段 白棋冲 黑棋再踢截 之后白棋就沾上 因为这个截 白棋很轻 让给黑棋也无所谓 黑棋要路断打 白棋踢截 之后黑棋左上扳 这个地方白棋就 不硬了 直接往底下踢掉 那看黑棋这里能不能出棋吧 黑棋冲一个 白棋单退 黑棋再扳 这个想吃四颗子 其实这个地方呢 白棋就算挖沾也行 就不给你吃 你黑棋要是沾我沾 你再沾 不断 白棋从这儿打 黑棋反打冲下来的话 白棋要注意啊 这个棋如果说只是这样 比如说做活的话 这边还有个断点 这个尾巴要掉 白棋可以补在这儿 你黑棋就算一路打 把这只眼破掉的话 白棋边上已经有只眼了 然后就可以往上打 这里打持你要敢沾 我就把你闷死啊 你要连回去 我就提到这颗子 这边还有一只后手眼 所以说白棋这样 可以两边都补好 这个大龙活起 也是没有问题的 实战白棋沾也行 黑棋冲一个 白棋断 黑棋先往上挤 这个是一个次序 如果说不挤的话 刚才我们讲 白棋往这儿打 你只有跑四颗子 这样白棋提 这边有眼 所以说当白棋断的时候 黑棋先挤 白棋往中间打吃 黑棋沾 白棋再把这个尾巴连回 那之后的这个棋呢 黑棋如果说打中间的话 这个左边 这条边就被白棋 给全部拿住了 所以说黑棋连回这儿 白棋断打 白棋也是求稳 这时候如果说还是要摊四颗子的话 连回去就比较过分了 因为黑棋往中间这里断打是个先手 这边是个假眼 再往左边沾的话呢 白棋边上只有一只眼 因为黑棋上面已经提前挤过这一下了 如果说白棋再打 黑棋就可以做结了 让大龙变成一个打结活 对于白棋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并且黑棋右下算是一个结财库了 这个白棋不会这样干 实战白棋打吃 把大龙活掉 黑棋吃掉这四颗子 但是又落一个后手 本来这个右下角就够呛了 又让白棋补一刀 先团住 黑棋做一个老虎口 长气 白棋再往右边一提 这个已经宣告 右下全是白棋的了 那这里如果全死 黑棋当然是不够啊 所以说接下来 黑棋要最后的挣扎了 先往左下打吃 左边再一打 然后底下扳 当然这个无论如何都肯定要死啊 白棋就算打吃也没棋 打吃的话提掉 你虎一个我就小尖 缩小眼味 沾上的话一只眼 底下再一打 这个没有眼 这个黑棋还是死棋 实战黑棋沾上 然后实战白棋沾上 然后黑棋这个棋 选择二路拖 二路拖也没有办法 说小尖这个眼位不够 小尖的话白棋点 你要顶住阻度的话 白棋冲几个 这个都已经要连回家了 沾的话就夹一个 你先爬一个就断打 断打完之后 这个黑棋已经死透了 所以说就二路拖 然后白棋搬 黑棋断 白棋打吃 黑棋上面先贴住 补这个段 白棋联络 之后黑棋右边一路立 这个棋呢 白棋可以随心所欲了 打吃也行 打吃的话黑棋反打 刚才讲的这个眼位不够 沾上的话 这个一夹 没有任何难度 立的话就顶住 杀棋 顶住的话就度过 这个地方也 只有一只后手眼 实战白棋往里爬 走到这儿黑棋认输了 再走下去 确实也没有棋 这个打吃的话吃通 白棋可以从这个后面打 后面打完之后再一冲 黑棋这个打下来也不行啊 立的话我直接可以 把这四颗子给吃通了 这个白 这个黑棋右下角就全死了 那这盘棋呢 这个黑棋的问题 刚才我们也分析过了 就是一个左上角 不应该摊角控 应该把棋走在外面 破坏白棋这里的潜力 还有就是右边这里啊 虽然说吃掉白棋 这块看上去很诱人 但是确实不应该吃 应该把这个底下 脚上这块跟中间联络 这样的话放白棋回家 黑棋获得先手 还是要去左边破空 实战 黑棋有点贪图 这个眼前的利益啊 就是吃这块棋 被白棋外面全部包砸 那后半盘这个 基本上黑棋 就已经薄的跟纸一样了 中间的大龙呢 也不活 又轮到白棋 先动手 右下角 这个棋被碰伤的情况下 也是得不到 及时的这个补棋 那接下来 这个白棋只熬一发力 黑棋基本上就扛不住了 好 那贴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